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匈牙利正在为能源制裁支付付加费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在参与欧盟各部门负责人会议后表示 匈牙利没有投票支持 也没有阻止为乌克兰军队发起的欧盟训练任务 因为政府不支持有扩大战争风险的提议 西亚多比德表示 政府将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是否允许与任务有关的可能货物或部队调动通过匈牙利 西亚多比德在卢森堡外理事会会议前表示 目前匈牙利政府将维持住基辅大使馆的运作 外交部长表示 虽然早上基辅市中心遭到火箭弹袭击 但大使馆没有被击中 所有使馆工作人员安然无恙 两天内 公共媒体慈善活动的筹集了超过30万福灵 今年 公共媒体正在为匈牙利全国盲人和势力障碍者协会筹集资金 慈善节目将在12月18日举行 今日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